好,这次我们讲这个QoS故障处理 QoS的它的全称是Quality of Service 是这个服务质量 关于服务质量 然后这个专题我们是要介绍 关于这个服务质量这方面的故障的处理方法 我们看这个QoS的它的背景 因为现在这个 随着这个网络发展计算机的网络业务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带宽也是越来越高 像很多地方拿这个10兆的100兆的流量 还有一些国家它还能拿这个1G的 有一些还有一些用户还开1G的这个业务都有 然后这个现在网络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业务呢 都越来越多 像以前是那个上网业务 internet 然后现在很多有这个VIP啊 IPTV啊 这块用的也是很多 像现在很多打电话的都是用那个IP电话 或者是这个网上电话 那呢 还有这个 HOD 这是高品质的这个视频 然后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业务呢 怎么样为这个不同的业务提供这个好的这个服务质量呢 因为有些业务呢它这个需要啊对这个网络的这个食言要求很高 比如说打电话电话如果你说稍微卡一下你就看到这个语音停顿 然后看视频有些这个卡一下这个呢就花屏了或者是这个屏幕就卡掉了 但是有一些业务呢它对这个时间要求不高 比如说你这个email 你去打开一个一个收邮件 你收邮件这个多等一分钟或多等这个20秒钟10秒钟 你感觉不出来这个它有有多慢 如果是上网或者下载这FTP对吧 FTP下载 你这个反正放在那里自己下 你多下这个 那个那个10分钟20分钟 这个感觉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在这个网络中 它是不同的这个业务呢 对这个时间的要求 对这个服务质量的要求呢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 介绍一下怎么在这个QS的 说的有点反了 这个QS的主要是提供这个 控制这个网络来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质量 然后这个我们主要介绍这个QS的这个故障的六位方法 这个是这个学习目标 一个是学习要识别这个QS的这个故障 就前面我们就要说这个怎么去识别这个故障 像这个拼不通 哎怎么知道这是拼不通的故障 或者是这个缓度 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这是缓度的故障 或者是OSPF邻居建立不通 我们知道怎么知道这是这个故障 然后这个QS也是一样 QS呢也有这个 一些故障的这个特征 后面是列举这个原因 流程另外一方法 还有一些这个案例 这是一样的 这是概述 还有这个故障诊断处理 还有这个后面这个案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QS这个技术吧 刚才大家提到这个QS比较不好懂 比较抽象 然后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QS 它是是都有哪些动作 都主要是做什么呢 它怎么去控制这个流量 怎么怎么来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 我们看这个这个网络场景一般这样 这个是用户 然后这是服务器 比如说这个email服务器啊 这个网页服务器 我们一般是用户需要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然后中间呢就很多这个网络设备 这个设备呢 我这边列了两个 其实在网络中可能很多这种设备啊 有可能是交换机防火墙 这个路由器 还是这个其他这个各种各样设备都有 然后这边我们列两个比较简单的 交换机一个路由器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说这个用户到服务器之间这个网络呢 我们想为这个用户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质量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网络设备上需要进行这个QS的这个控制 在交换机上面要控制要控制 在路由器上面呢也需要进行控制 然后这个在我们有这个问题就是交换机跟路由器上都可以做这个QS 那QS它具体都是做哪个动作呢 它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流量呢 怎么怎么样才能提供这个为不同的服务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优先级呢 好我们这边看一下上面都有哪个动作 就是我们在西化这个 设备里面的这个动作 我们说这上面呢有四个 四个不同的这个流程 我们大致把它分为四个 而不一定说每个交换机上都有完整的这个四个 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我们配置的时候可能就配这个其中一个两个 或者是有些时候啊全配这样子 那我们看这个四个都有哪些呢 按照这个先后顺序呢 有这些1234 第一个是做这个流量的分类和标标记 第二个是提供这个流量的监管和整形 第三个是拥筛避免 第四个是拥筛管理 大家一看到这个字可能就有点混淆了 这个拥筛避免跟拥筛管理是什么区别 他们都是都是干嘛的 而流量监管跟流量整形 他们又是又是干嘛的 这个流量分类跟标记 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流量分类标记呢 这边我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QS 他是怎么来做这个流量的控制 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流量分类和标记 假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交换机 有交换机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用户 他要上网 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话 这话假如说我们这是IP电话 有这么话吧 他也要去通过这个网络来提供这个服务 那我们知道这个两个不同的这个用户 不同的这个业务是需要不同的优先级的 是吧 不同的这个服务质量 像这个电脑上网的话 他服务质量可能需要低一些 而不是需要低一些 我们可以把它放成低一些 对这个电话VIP的这个这个这个业务呢 他可能要求这个优先级高一些 他要这个不能有太多的这个延迟 那么这两个不同的这个业务呢 我们到这个我们设备在转发这个业务的时候呢 怎么样给他提供这个不同的优先级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介绍这个这一点 流量分类的标记 我们是想对这两个不同的业务呢 提供不同的这个服务 那首先最前提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区分这两个不同的业务 对吧 要区分这个业务 比如说像 你坐飞机 你上去之后 有些人是商务舱 有些人是经济舱 那么经济舱跟商务舱 它的服务是不一样的 但是你凭什么来知道 这个人是要去服务舱 这个人去这个经济舱呢 一般是根据他的票 对吧 他也是上面有票 有写的 他去经济舱 他去这个商务舱 那么这个流量呢 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 他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流量的进行分类 我们要先区分出来 他流量的这个不同 那么怎么区分呢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交换机 如果是连交换机的时候呢 一般交换机进来的时候 他会给他打上一个VLAN 对不对 可以给他打上一个VLAN 打上这个VLAN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VLAN里面呢 他其实带有这个带有这个优先级的 VLAN是有优先级的 这个VLAN的这个格式大家记得吧 这个VLAN的总共是四个字节 VLAN tag VLAN tag是四个字节 然后四个字节呢 他分两段 另一段 这一段 这里一段 然后前面这一段呢 是一个固定的这个值 固定值 这个0s 0s8100 这是一个固定值 就是表示说 我现在后面跟的就是一个VLAN tag 然后后面两个字节呢 前面的三个三位 这里的三位 三比特 三比特呢 他这边是用来标志这个优先级的 这是标志优先级 所以他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通过这个VLAN的这个 可以给这个不同的VLAN标志这个不同的优先级 那么这个总共三比特 他可以标志优先级的是从0到7 标志优先级 对吧 现在这个在VLAN的你这个报文进来之后 交换器给他打VLAN的同时呢 其实就可以给他打上这个不同的这个优先级了 对不对 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可以对他进行配置 这个优先级应该配成多少 默认的时候他也是多少 进来这个多少 然后打上这个优先级之后呢 在后面我们在处理这个流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优先级来对他进行提供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质量 标记 你看这个标记跟那个分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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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级 优先级 对这个VLAN来说 VLAN是二层的设备 他这个有这个优先级这个质端来进行控制 这个优先级的这个地方通常也称为这个cost 大家应该见过吧 cost就是那个class class of service 就是服务类别 class of service 这个指的是这个二层的 交换机上面呢 这个优先级之段叫cost 还以为呢 在这个IP呢 在路由器上面 如果路由器想对这个不同的这个 嗯 业务呢 提供不同的这个服务的时候呢 他是需要 需要也需要这个类似的这个之段 也需要类似之段 但我们知道知道这个这个优先级的是在VLAN里面的 对吧 在路由器上面是不存在这个VLAN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这个路由器呢 里面他怎么去标记呢 怎么去提供这个不同的约级呢 其实在这个IP IP头里面呢 他也有一个字段 也是三个三位的 他这个IP头里面呢 有这个三位呢 他是叫这个toss 这指的是三层的IP头里面了 他也有这个类似的这个字段 也是三个bit 这个里面他叫那个toss toss toss 是叫那个tie of service 是叫服务的 类型 前面的这个是class 这个叫type 他这个意思都差不多 但只是说他这两个是不同层次的这个标记 好这个是路由器呢 我们说这个跟交换器这个设备呢 想要对这个不同流量提供这个不同服务呢 他是需要根据这些字段来进提供服务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对0我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对7我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这个是流量的分类和标记 除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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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文里面固有的这个字段之外 还可以通过这个ACL 还可以通过这个ACL来控制 ACL就是assess control list 他可以通过匹配你的原IP 或者匹配你的这个目标IP 把你这个特定的这个流呢给分出来 比如说你去往这个192.168.1.1的 我把你当成一类的这个流量 哎你去往这个10.0.0.0的 我把你当成一类的流量 然后进行这个提供不同的这个服务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这个是流量的分类和标记 这是一个最最开始的地方 要做这个啊动作 好这个流量分类标记出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判断这个不同的业务了 对吧 我们就知道 这个流量应该 这个业务应该 是提供什么样的这个级别 另外一个业务应该提供什么级别 它是有这个有据可可议的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流量之后 我们第二步要做的这个动作呢 一般是做这个流量监管和整形 我们先看这个流量监管 流量监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限速 流量监管就是限速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Card 会做这个限速 做限速呢 就让你这个可能下面的用户发过来这个报文 假如上面这个这个用户用一呢 假如说我这个端口呢 我只给你分配了这个一兆的流量 但是呢你这个用户假如发了一个两兆的流量过来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它在这个设备里面呢 它就会对这个流量进行这个限速 这就是这个Card 监管呢它是监管跟整形有什么区别呢 监管是这样的 假如说我这边 这边是这样的 我 假如说我只给你提供一兆的流量 提供一兆的流量 但是呢你如果发了这个两兆的流量过来 看看谁是这样的 突然发了这么高过来的话 那么它就会把上面的这个给砍掉 这地方砍掉 那么你就剩下一兆的过去 上面砍了就溜了 就就就就没了 这是监管 然后整形呢它怎么样呢 整形的话它不会把上面丢掉 它这样 就会把上面的颜色